好 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主题 词汇和词点 上次我们讲到字源 字源主要的困扰就是编码 我到底要用几个byte来编 传统的电脑以8个bit 也就是byte为单位 这样子的话它就只能容纳英文字母 数字这些东西 但是中文没办法 那等到了我们 开始要把电脑用在中文上的时候 你就要变成去钻人家的漏洞 钻人家的空隙去编 钻空隙去编的结果 其实就会很难处理 各位 我们上次有给你们程式 你就知道说 我光是要印一个句子 一个字一个字印的话就很麻烦 取得一个字我还不知道 它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 会很麻烦 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用两个byte去编 那这个问题大概1995年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因为网路的影响使得你的资讯要在网路上一直传递 那这个网路上传递的资讯会有多国语言的资讯 又有网页 那这些网页要能够同时容纳几百国的语言 那这就是个问题 所以大概1995年以后 所以大概1995年以后那个unicode就变得需求很强 那现在你如果用高阶语言写 比较高阶的高阶语言 我们这课上面都用C语言在写 其实它是一个很低阶的语言 那所以呢 C语言在处理这种编码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蛮麻烦的 但是如果你用比较高阶的 比如说Java、C Sharp 或者是Python、Ruby这些语言来写的话呢 那这些问题基本上系统都帮你处理好了 你就开档读档就好了 那它内部的表达法通常也都已经用unicode来表达 那有了字、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串起来变成一个词 好像英文的词呢通常会有空白来分割 你会看到This is a book 那空白 只要看到空白就是一个字了 一个词了 看到空白接下来就知道它是一个词 不然就是符号、斗点 这会是英文用来断词的一个方式 所以英文的断词其实很容易 英文要取得词汇也很容易 但对于中文而言 就有点麻烦了 这是一本书 中间完全没有空白 到底应该是这是一个词、是一个词、一本是一个词、一本是一个词、一本是一个词 那比如说 这样妈妈才是一个词、OK 那这里在中文上面词汇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词汇的处理通常是简单的工作哦 那比如说像这样子我们根据空白来断 但是呢有时候它有点复杂 比如说Mr.Jimmy这个点和J中间没有空格 这时候你到底应该怎么看 什么叫一个词 MR点 是连这个点算一个词 还是只有MR算一个词 以我们学英文的时候知道这个MR是个缩写 那后面加个点 这已经是习惯用法 我应该把点纳进来才算一个词 但是如果你把点纳进来 那这个不可BOK后面的点是不是BOK点才算一个词呢 这就会有点麻烦 那所以英文和中文的词汇处理上面会非常不同 那中文比较跟日文啊 然后韩文啊这些属于那种象形文字的 他们的处理方法会比较类似 那英文的话 这种拉丁语系的 他们都会通常空白来分开 但是甚至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更复杂 它基本上一个词可以一直连一直连 然后只会讲就是 它又是类似英文的那种语系 但是它有时候断有时候不断 那会很麻烦 那在这边呢 中文也会有一些更麻烦的情况是 你字典永远都收不起 所以人名地名公司名专有名词 这些东西呢 很可能你字典里面没收 当字典没收的时候 然后这个就变未知词 那这种未知词呢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以英文而言的话 OK未知我至少知道它是一个词 因为它有空白隔开 我虽然知道它是一个词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意义 那这还好一点 以中文而言 未知词你就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个词 那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字元 一个字元来分 那可是这样子做出来就一定有问题 比如说你遇到人名 王小明 今天考60分 那王小明这三个东西 三个字你把它分成王小明 那你后面所要做的事情 就会变得 变得 很难做 我不知道他是个人 那更 连他是个人都不知道 你怎么谈 后续的要理解或干嘛 是不可能 好所以呢 我们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些问题 英文中文和程式的词汇切分工作 那英文的词汇切分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 遇到空白或符号的时候 就继续扫描 那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讲 更精确 碰到英文字母的时候继续扫描 一直到不是英文字母就听 这样子就是英文字母的扫描 但是你会看到 那标点符号怎么办 只要不是英文字母 通通都是单一字圆 所以我们用c就写了一个 叫e-scan的程式 那这个e-scan的程式 你可以看到 OK 他把Mr. Jeremy is a young man 断词断成这样 这些直线通通都是断点 所以Mr. Mr. 变成一个词 然后点单独是一个词 空白也是一个词 但是当然空白我们最后会忽略 那jammy是一个词 那空白再来意思 是一个词 是一个词 一样man点 那这个程式的写法 就算是蛮简单的 我现在把输入语句直接放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OK我们写了一个叫next的函数 next的函数会取得下一个字 下一个词汇 然后把整个词汇取得的那个 那个 就是 字串 传回来 那所以我们 在scan的时候 scan的时候呢 就是不断的扫 不断的扫 然后呢 扫一个词就印一个词 扫一个词就印一个词 最后就印出 像刚刚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这边我 我这边有把它 诶 稍等 我这边有把它 放在这里 诶 这里 直接打开好了 好 这是我们的程式 那我把它 存档一下 这个程式呢 我们把它命名叫做 e-scan.c 那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好 那我现在呢 去开 开这个 开这边 开一般的命令列就可以了 好 那我 切到刚刚的地方 这边我们叫e-scan 好 这边我们叫e-scan 好 那你会看到它的输出就长这个样子 Mr.jami is a young man 那它的输入就是整个字传 Mr.jami is a young man 我应该把整个字传先输出一下 好 应该这样会更好一点 好 这是原始句子 原始句子 那输出的句子长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它断成一个一个的 那它的程式码呢 就是 我从 目前的位置开始掃描 那 如果 我接下来 已经碰到 资串结尾了 那就是 取不到任何的 Token 取不到任何的词汇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就先忽略空白 把前面的空白先忽略掉 那忽略到 不是空白为止 然后呢 接下来你会看到说 OK 不对 这里不是忽略空白 这里 这里 这个诸解有错 这里不是忽略空白 忽略空白的部分 不在这里 忽略空白的部分 在哪 奇怪 我没有忽略空白 对 我真的没有忽略空白 以这个程式 根本就没有忽略空白 这个程式是 看 是不是英文 是不是英文字母 如果是英文字母的话呢 那就 继续 继续往后掃 那一直掃到 不是英文字母为止 那 一直掃到 不是英文字母 结果如果今天 它的长度只有1呢 长度只有1 那我就取单一字元 OK 那否则的话呢 我就取整个字串 整个英文字字串 那最后把这个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么长 复制到token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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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串的 暂存器里面 暂存 暂存区里面 然后把最后一个字设成 字串结尾 0 那 再让 你现在 扫到的地方 往前进 进到下一个 应该扫描的点 好 然后最后呢 把你整个字串传回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token 这个token 最后它 它会 传回 你扫到的字串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 最长的长度 用100 我应该很少 会有 一个 一个词 超过100的 英文里面 应该没有 那其他语言 可能会有 好 那所以这个词呢 我们 扫到了 如果它 不是怒 不是怒 也就是说 有扫到东西的话 就继续扫描 然后继续印 那否则的话呢 就停了 所以它这个 会把 一个字串 从头扫到尾 一直扫 扫到尾 那我们每一个字串 后面我都会印一个直线 这样子 用来做区隔 好 所以这个输出 就会这样 那 这里 所以这里 如果不是英文字母的话 就取单一字圆 那 那 否则的话呢 就取整个字 字串的长度 整个英文字串的长度 好 那这个请各位执行一下 好 那上面有一些小错误 把它更正一下 OK 我现在这一个应该OK了 这个 这个程式 好 我已经放在这里了 我把它重新再传上去 各位再去下载 好 我先把它重新上传一下 好 就要Buds 嗯 我们最近的网络好像很慢 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 那 等一下 OK 等一下好了 我再 跟各位讲 那 各位先 看一下 把 你可以先把我们的课本下载下来 这样子 会比较方便 好 先把课本下载下来看一下 好 我们的这一门客户 好 那这边有11元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那个是放在scan里面 好 我把它上传一下 好 我把它上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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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OK 刚刚那个诸解 不正确的诸解 已经被我删掉了 好 OK 那各位可以下载一下 看看 在我们课本 这边 啊 有一个程式位于 这个位置 把它 把它 点一下 就可以上 就可以下载 就可以下载 好 好